刚才这个视频片段出自江文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这句话是梁四仁说的 在电影中 这个片段的剧情是 梁四仁被唐老师林大夫等人共同陷害 诬陷其摸女人屁股 最后还将其杀害并伪装成自杀 那么在这里他为什么要专门说 他被42个手电筒一起照呢 这是因为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 法庭经过了42次调查和辩论 并且故事发生时间是1976年 正是四人帮倒台的年份 因此梁四仁这个名字 42这个数字 以及1976这个年份 三个要素互相验证 可以让我们以95%的准确率得出结论 江文在这里讲的是 四人帮被邓州等人共同陷害栽赃 大家好欢迎收看见证人物志之江文 很多人肯定要问你这个见证和江文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才把这个猛料放在开头 告诉大家江文的电影含有强烈的政治隐喻 并且认真解读会发现它是非常明确的 有一个标准答案几乎不存在其他的解读空间 当然这里肯定有人要说 见证这种贬义词 你哪能去碰死人家大导演江文呢 这里我要说我们说见证这个词 它的对立面自然就是实践的政治 那江文在现实中已经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了 这难道还不算实打实的政治实践吗 这里我要问难道有哪个法律或者政策 是江文提出来的最后实现了吗 显然是没有的 而江文他明显是有很大的政治报复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 江文有政治报复而实现不了 所以和我们普通见证人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一个见证的为什么要点评电影 你看得懂电影吗 人家电影里用了那么多艺术手法 你能看懂吗 这里我要说 所有的影评人对江文电影做出的评价都不值一看 因为江文自己说 他就是为了这点醋 他才包的这顿饺子 也就是说 他不是先拍了一个电影 然后往里塞了很多政治隐喻 而是他为了表达这些政治观点 他才拍了这些电影 所以说 你从影评的角度去进行评价 肯定是有缺陷的 而我们见证人来做这件事 才能称得上专业 当然这里肯定还有人要说 你开头这个例子太牵强了 说不定就是巧合呢 这里我举出来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接下来这个片段同样出自太阳照常升起 是唐宇林的妻子 在讲关于唐宇林的故事 他呀 先把皮鞋煮熟了 煮到能够吃的那种程度 然后再套在一个大一点的鞋穴上 等鞋干了以后啊 自然就大了 他说 我能把你的鞋搞大 你能把你的肚子搞大 这里的典故出自 邓小平在行军的时候 喜欢和同志们在一起吹牛 大家开玩笑成立一个牛皮公司 邓小平是副总经理 而在另一个资料里面 也有人说 邓小平喜欢徒步吹牛皮 在我们南洋那边啊 有一座大桥 有一回 他在桥上对我说 你要是不答应嫁给我 我就从这个桥上跳下去 我还以为他吓唬我呢 他打了上来这时候啊 连心跳都没有了 可是有一天晚上 我又和他上了那座桥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使劲摇头啊 他翻过篮杆又从那儿跳下去了 结果 又活着回来了 你可要知道 过去从那个桥上跳下去的人 可没有活着回来的 这里说唐雨林 三次从桥上跳下去 三次又回来 则是著名的邓小平 历经三起三落的事件 而说他特别了不起 别人都回不来 则是在说邓小平的政治手腕 十分高明 换做其他人 是不可能三次被贬 三次复出的 我感动了 想要答应他 可是他突然人没了 他去了哪里 你知道吗 祖国 说是去那里参加建设 他一走就是三年 从走的第一天开始 就给我写信 这里的消失三年 指的是邓小平 七七年第三次复出之后 先蛰伏了三年 而到了八零年才掌权 他的信啊 满是无言惠语 完全不堪入目 他写了跟我的第一次 我看不下去 都快摊在地上了 可是我又好奇 因为他写的太像真的了 他一直写到 跟我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又怀上老二 他说 他就是枪法准 你说他多坏 他把那种事说成开枪 他简直就是个大色狼 这里的两个孩子 有可能是邓小平 最喜欢说的两件事 那就是遵义会议我在场 怀海战役我指挥 而说他喜欢 把那些事情说成开枪 可能指的是邓小平 比较喜欢强调自己的军功 突然信断了 再不来了 就像他当初从桥上跳下去 被水冲走了一样 我才真的开始有些 心慌意乱起来 其实这三年 一直有一个人在追我 我们都订了婚 十天前又来了一封信 是这个讨厌格写的 只有十四个字 来 跟我结婚 九月十号 我在这儿等你 今天就是九月十号 我是来这儿结婚的 他还说 让我一定要骑一匹白色的骆驼 这样在夜里也能看见我 这里的九月十号 来和他结婚 则是最明显的 因为在九月九日的时候 毛泽东逝世 因此这里的意思是 只有在毛泽东去世之后 邓小平才能掌权 并且进行资本主义道路 而这里讲的白色骆驼 和三年间有人追他 也是肯定有其寓意的 但是我水平有限 查不出来 他还说 会在路的尽头等我 这不是胡说吗 这路有尽头吗 这里道路的尽头 则是出自福山著名的著作 历史的终结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就是新自由主义 是人类社会 政体演化的终点 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因此称为历史的终结 而在左派观点看来 邓小平就是 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而与之相对的是 毛泽东的 持续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观点 因此是非尽头 是无止境的 当然 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 认为我这是过度解读 其实我本人也是非常讨厌 进行过度解读的 比如说我们中学时 做的阅读理解 但是在这里 短短两分钟的电影片段 我一刀未减 竟然能找出六处 与邓小平相对应的地方 即使其中有两到三处 不严谨的过度解读 我们仍然能超过95%的程度 确信 这里 唐宇林指的是邓小平 所以我说 江文的电影 根本不是所谓的 一千个观众 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他是有一个 唯一固定的标准答案的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江文吧 江文是1963年称的 成长于毛泽东时期的大院家庭 后来从中戏毕业 开始了演艺生涯 他导演的作品总共有六部 除了第一部是 初出茅庐之作之外 其他五部都非常有名 最有名的当然是 《让子弹飞》了 而《让子弹飞》也与后两部 并称为北洋三部曲 同时在政治层面 江文是非常著名 且公开的毛粉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 要演毛泽东的话 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 说实话 这句话无论是在什么情形下说出来的 我都觉得有点太过夸张了 这里除非是江文特别自恋 觉得我能力非常强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来研究毛泽东 而在采访时回答 对他影响比较深的著作的时候 他也是毫不犹豫的说毛选 在这里我简要介绍一下毛泽的历史观 毛泽指的是支持文革路线 四人帮路线 反对邓小平路线的一批人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肯定要说 这跟我认识的毛粉 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里我要说 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 都对毛泽东有一种崇敬之情 所以在毛粉中就混杂了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识形态 我们都知道天安门上有两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 要前一句话的是毛右 而要后一句话的是毛左 在毛左的历史观中 文革是因为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 官僚集团迅速腐化 并且有资产阶级复辟的风险 而毛泽东发现了这一风险 因此毛泽东联合四人帮 以及林彪等人 发动人民群众 来共同与刘邓资产阶级官僚集团 进行斗争 而毛泽东也曾经说过 如果斗争失败 他就要考虑重上井冈山 这里的意思是指 把现有的政权 看作中华民国 而自己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 进行第二次革命 当然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当然这里强调一下 这里只是介绍一下 毛左的历史观念 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江文和江文电影的 至于你问我 他们到底谁对谁错 我只能说我对历史的了解很少 完全没有能力评价这么复杂的事情 江文曾经在采访时说 中国现代的社会不需要恶搞 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恶搞 这就是我在之前的视频讲的 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是有自相矛盾的点的 它不是好和坏的概念 因为即使是封建神权专制制度 也可以构建一套自洽的理论 但是中国特色制度是无法自洽的 就比如说对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 就是没有判断标准的 而江文最著名的一句话 则是古代很近 近代很远 当然完整的说法是 我听说五十年代都觉得很远 想象不出来一样 而如果你讲古代汉代的话 反而觉得跟前几年差不多 古代离我越来越近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相当明显的 他说的是 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跟古代的封建王朝制度差不多 而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评价一下 江文的四部电影 首先就是他最著名的电影 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里面有两个名场面 第一个名场面是 他们那边叫木扎 咱们这边叫莫扎特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只有中国搞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多了一个特色 而他下面说 是因为其实上面印着他的名字 我才知道这是莫扎特 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说这是社会主义 完全看不出来哪里像社会主义 第二个场面则是剧中的张麻子带领兄弟们成功打倒豪身革命胜利之后 曾经跟随张麻子的兄弟们却坐着火车去往了上海 并且说出上海就是浦东 浦东就是上海 我们都知道上海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当革命胜利成功之后 所有的兄弟们都抛弃了他 而选择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 所以以结尾这个片段为锚点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推导出剧中人物所代表的历史人物 可以说也是几乎有着唯一标准答案的命题作文 让子弹飞讲述的固执 就是张慕之 想方设法 发动人民群众 斗地主 杀猴身 而在革命过程中 有的战友 比如说老二老六牺牲了 而有的战友 比如说汤施叶和老三 一直在摇摆 谁赢他们帮谁 而在最终胜利之后 所有兄弟们 全都离他而去 去了上海 只留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当然 整体上来说 我认为让子弹飞的隐喻是相当少的 我也不赞同对每一个片段都去进行过度解读 因为原因很简单 这个片子好看呢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因为它好看 所以你即使塞东西的话 也只能在有的地方偷偷摸摸塞一点 而与之相对应呢 就是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 首先这个电影的名字就非常直白 可以说中国人没有读不懂这个题目的 而如果你去看这个电影的原片看下来 第一遍你肯定会发现什么都看不懂 并且觉得这个电影莫名其妙 几乎就没有完整的评结片段 每一个片段都充斥着怪诞和无敌头 这就是因为在这部片子里面 姜文强迫正式的 把每一个片段都精挑细选 做出了政治隐喻 比如说疯妈的红色鞋子代表着革命道路 她在家里疯狂砸东西 指的是破似旧 比如说很多片段里面 门口的大树 有时候左倾 有时候右倾 也是对应着历史上的时间 比如说疯妈对家门口的黑白猫说 你也不是什么都懂 指的是对邓小平指出的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 都是好猫理论的驳斥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每一针都可以解读了 在这里我也不列出过多的例子了 就举一个 你说 我从这儿 往下一跳 能不能 能不能从那里的树底下就钻出来 有海就能 哪怕要喝锦也行 锦边站这傻子 盯着锦里念叨 十三 十三 树上的疯子看见了 跳下来问他 你念叨什么呢 傻子 傻子白了他一眼 接着说 十三 十三 疯子纳闷地朝锦里一看 傻子一抬脚 扑通 疯子就掉了进去 傻子接着说 十四 十四 这故事叫啥名字 这里的海有可能指的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而井则指的是井冈山 我从这里跳下来还能钻出来 指的是有人民群众的知识 或是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 社会主义的精神就永远不会灭亡 而这里的十三指的是中国上传统的十二个统一封建王朝 再加上中华民国 十四当然指的就是新中国了 这里就是在问你 新中国究竟是会和前十三个王朝一样灭亡 还是说会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样的剧情还有很多 要我说就是纯纯的折磨观众 因为你单纯从电影本身剧情的角度来看 是完全不能明白 它是在说什么的 纯粹是为了隐喻而隐喻 这也是为什么太阳照常升起 评价很差 票房也低 要我说也确实活该 在这里再随便解读一段剧情 就是电影的第四个片段 故事呢就是维基百科里讲的这些 解读的话就是老唐给小队长 介绍他自己的妻子 结果没想到控制没有控制住 反而是小队长和自己的老婆搞到一起 给自己戴了绿帽 而这个天鹅绒呢 其实意思指的是正确的方向 篇里说了天鹅绒其实就是一块布 所以唐雨林认为 这个布是布尔乔亚 也就是资本主义 而小队长最后找到了一面锦旗 其实是代表了布尔什维克 所以他说你的老婆肚子根本不是天鹅绒 导致老唐恼羞成怒将其击毙 好的 这个视频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在95%的程度上肯定 是几乎没有错误的 因为这两部电影的时间都比较早 可能是审核还比较松 所以说隐喻都非常的明确 尤其是最早的太阳照常升起 从题目到这个1976年这个时间 再到里面的种种剧情 可以说全都是大白话 但是接下来的一步之遥和邪步压正 说实话让我很犯难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水平问题 还是因为这两部电影拍的比较晚 审核比较严 真的是很难解读清楚 所以说观众大可以把我当成是在说胡话 我只是给出一种可能性而已 首先我们按照惯例 先说我们最容易确定的东西 那就是完颜总统 花国总统大选 他显然指代的是民主制度或者是总统制度 然后是五大帅和他的两个孩子 五六和五七也是剧中矛盾冲突的一个集中表现点 而在剧情一开始就是马走日和向飞田 举办了花国总统大选 目的是给五七的钱洗白 把它从new money变成old money 这里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封建军法 封建军法像模像样的搞了一套民主选举 然后把自己选进去就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官僚 其实还是原来那些人 秦老师代表了文化人和知识分子 而王天王代表了媒体 这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两位主人公马走日和向飞田 确实是很让人犯难 首先从他们的名字分析 向走田比马走日覆盖的范围更大 意思是他的势力更庞大 人数也更多 但是马虽然走日 他是能过河的 向虽然走田 但是却无法越过楚河汉界 所以这里指的可能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一个区别 但是问题在于 在这部影片里面 马走日其实也没有干过什么好事 比如说他反复声称他喜欢完颜 但是却不想娶他 意思就是改革派虽然口头上声称喜欢民主制度 但是却一直不实装 而且完颜总统虽然不是马走日杀的 但是确实完颜的死与他有关 所以说在这里究竟对马走日是一个正向还是一个负向的态度呢 就不清楚了 而向飞田这里稍微清晰一些 因为他始终游走在五六和五七两人之间 可以说是见风使舵 并且他在曾经被马走日出手相救的情况下 最后却将他害死 而且向飞田是在法租界工作的 也经常说法语 这或许与刘邓都曾在法国留学有关 所以我先按保守一点的分析方法介绍一些剧情 那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 所有的有时知识分子 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 他们都嘴上支持民主 但是实际上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官僚 搞了一种像模像样的大选 但是最后却把完颜英给害死了 至于民主制度究竟是为谁而死呢 却没有人说得清 没有人对此负责 而向飞田和五七联手起来 假装要救马走日 其实是要害他 最后则是五六 也就是共产党出手 将马走日救了出来 而马走日最后为了不拖累五六 选择自己死 就解读不出来了 这里最后一个画面 是马走日在临死前问观众 不知道后来这五六怎么着了 从这里出发 我们可以进行一种激进的解读 那就是将江文电影 全部放在一起来解读 这种解读方法 首先认为 太阳照常升起 是民国三部曲的总纲 因为这个电影里面 可以说东西塞的非常满 把江文想说的 其实已经都说了 从革命前到革命中 再到革命后 再到小队长 最后被唐雨林击毙 都已经把东西说完了 所以北洋三部曲 就是对太阳照常升起 因为大家看不懂 进行了一个拆解的分析 首先是让子但飞 是最简单的 大家都能看懂 就是讲毛泽东革命的一个历程 一步之遥 指的是在革命成功之后 左派和右派进行了一个斗争 也就是马走日代表左派和向飞田代表右派 进行了一个斗争 所以马走日最后为了不拖累五六 选择自己死 意思就是毛泽东和四人帮 背上了文革的这个黑锅 但是共产党却保住了 而这个画面就是毛泽东在问 他死后共产党到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同样按照这种逻辑 邪不押正指的是我们将来 或者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在邪不押正里面 首先最明显的一对组合 当然是蓝清风和巧红 这一蓝一红的对比 明显指的是青天白日路线和共产主义路线 而剧中的男主角李天然 其实代表着人民 或者说处于一个迷茫状态的青年群众 那么剧中的反派朱浅龙 自然是我们的斗争对象 你也可以理解为刘邓集团 从这种视角看 我们马上能发现一个最为明显的片段 朱浅龙替师父素的像 每到忌日是漫山遍野跪满了人 什么人 朱浅龙和他的手下 朱浅龙常跪不起 哭声凄惨 连记者跟百姓都随之流泪 因此朱浅龙大得人心 他杀了师父 他还来哭师父 在大家眼里 杀师父的不是朱浅龙 那是谁 是你 你不但成了杀师父的罪人 你还被变成一条狗跪在这里 师父 我回来了 我要给你报仇 亲手帮你送去给他们道歉 不对吧 师父是你杀的啊 我倒是不见的 师兄 我问你 如果师父答应把地给你拿去中鸦片 你也会杀他吗 那我这儿不杀呢 在这段剧情里 明明是朱浅龙把师父给杀了 但是却对大众说 是李天然杀的师父 骗到最后 甚至连自己都信了 这就非常容易让我们想到 在毛派视角看文革的一个情形 那就是资产阶级官僚派篡改了历史 明明都是保皇派做的恶 却篡改为毛泽东 发动文革的错了 这里朱浅龙说 都是一个师父教的 破不了招啊 其实这里也是在提醒观众 江文这里讲的是党内矛盾 而不是所谓的国际冲突 在这里李天然质问朱浅龙 地上有五马枪你不拿 而朱浅龙说我忘了 这里有非常多的人说 这是五本毛选的意思 当然其实我是没看出来的 不过确实可以解释的通 就是说当前的官僚集团 明明有毛选这种秘密武器 但是却自己都把这些东西给忘了 这里再说一下 因为有很多影评 在分析时会说这是讽刺苏联 或者讽刺美国 或者是隐喻抗日 含有表达性压抑 男女关系 讽刺娱乐圈之类的这些内容 诸如此类的解读方向 肯定都是错误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讲这些东西不需要隐喻 你直接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讲嘛 何必这么费劲拐弯抹角呢 那么我们最后再整个的串起一下邪不压正的故事 首先是朱浅龙杀了师父 却宣传是李天然杀了师父 而李天然为了复仇 也就是说人民群众为了对抗这个官僚集团 先后尝试依靠美国人亨德勒 意思是自由派 或者依靠蓝清风 依靠三民主义 最后则依靠巧红 也就是共产主义路线 最终在巧红的帮助下认识到了 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己 这里再说一下唐凤仪 我们知道邪不压正的发布时间是2018年 此时距离1949年正好是69年 那么这个69自然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而且唐凤仪在剧情里还说 他购买了马尔代夫的两座小岛 这也可以理解为台湾和金门两座岛 但是我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大陆政权 通过不断的打布老珍 而完全看不出来王朝周期的样子 这里的布老珍可能指的是房地产 股市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里也是怎么理解都行了 好的 这期视频做下来我真是费了超大的功夫 晚上睡觉都在想到底怎么解读 如果视频有错误 或者您有自己的理解 也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在这里我再说一下 本视频所讲述的观点 只是用于解读江文电影的一个辅助手段 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者反对该观点 好的 谢谢大家